哈喽大家好 我是三口君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红苹果乐园的第二期 上回说到选美比赛的时候 萧芹的裙子被琳达造成一块麻布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因为她刚一上台 整个礼堂就停电了 不过还好这个剧里特效永远都坚持供电 她伴随着特效就跳完了整支舞蹈 而且大获全胜直接就拿到了冠军 再仔细一看 呦这个颁奖的不就是一直想要娶她的阿凯吗 她当时就把这个冠军送给了琳达 琳达简直气炸 交楼主任为了坏解她俩的矛盾 就去把报社实习的名额给了他们 报社主编让琳达去编辑部 让萧芹去跑新闻 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总编想让萧芹留下 琳达听见了特别生气 她从可豪手里拿走了萧芹的稿子 还偷偷藏了起来 害得报社差点开天窗 现在别说留下来工作了 萧芹直接就被主编通骂了一顿 她莫名其妙的就去问可豪 可豪说稿子给琳达了 她立刻就明白了 但可豪不信 萧芹可太委屈了吧 她对可豪特别失望 坚定的封了手 她去质问琳达 琳达反问她 你想咋的 萧芹想着头发都炸了 也没想明白 她说 琳达说她是单身公害 没想到萧芹听进去了 还做红米果之家搬了出来 又留下一份再见信 这个时候 房东太太突然出车祸 昏迷不清 大家决定去把房东先生找回来 几个人一起打开了禁忌的阁楼 发现里面是照片放映机 线索断了 房东太太迟迟不醒 他们急着在病床前挂满了 散发特效的红苹果 虽然有几个都烂了 但是也不影响到 时候把她砸醒 六个人从照片盒里 找到了一个地址 现在只有可豪 在准备职业篮球选秀 不用去上课 所以就由她负责去找房东先生 但她这一走 虽然找到了房东先生的助理 却把腿给摔断了 医生说她肌腱断裂 加上粉碎性骨折 以后能走路就不错了 还想打砸烂球 可豪有点消缠 萧情就安慰她 说没事别怕 就算你缺腿到永远 我也会一直一直爱你哦 接下来天野的妹妹突然回来了 又去搅和天野的唱片公司 而且她家不是特别有钱吗 她妹妹就主张直接把公司买下来 但是天野不同意 她想做一个独立自主 顶天立地的人 她想闹不明白 天野只好给今夜丰富的 仙勇打电话 让她来哄哄妹妹 妹妹升起气来 泼了仙勇一脸冰水 但是仙勇从容镇定地 掏出了一把梳子 开始梳头 其实啊 我最喜欢在特务拉斯的时候 做造型了 仙勇被妹妹回家 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 又被她推进了水池里 仙勇今天屡屡受挫 突然就有了一种恋爱的感觉 房东先生的助手来信了 说她前几年已经去世了 而且因为没有留下的通讯地址 所以直到现在才能把遗物 转交给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看着遗物 可太伤心了吧 她去的地方又不远 为啥就是不能回来呀 不过太太是个好人 所以她强行理解了先生的用意 决定好好守护 红皮我之家的学生们 东东一直拖着不去知面 想要赶紧写完自己的小说 消息一问仙勇 为什么去追妹妹 她小村满打得可好了 其实我就是一键三锹 一锹 一锹就是我帮我贴一个大忙 二锹 东东终于写完了 他的自传小说 然后他像分仪产一样 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大家 消息一问仙 拿着他的小说 看得哭到崩溃 觉得写得太好了 简直从未读到 如此亲人心脾的作品 就帮他投了稿 可好经过附近 现在又可以开始打篮球了 谁能想到他粉碎性骨折都好了 直篮选秀比赛 却还没有开始呢 大家问彼此的梦想 子恒不小心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我就知道 你肯定想嫁个有钱的老公 就像我一样 东东的稿子获了奖 记者要采访他 他躲着躲着就昏倒了 这回大家终于知道 他的心脏病了 几个人一起在学校里面 为东东募捐 由于房东太太的房子 是先生的名字 不能贷款 银行支援就推荐他们 去找民间贷款 大家实在没有办法 慈善机构和琳达都找了 就是筹不到钱 萧青只好去管阿凯街 可好放心不下 就要跟他一起去 萧青说 哎呀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好 反正我都已经有了万全的准备 但是没想到阿凯 拒约的滴水不漏 天已无分 萧青怒而下车 回到医院 东东的妈妈来了 对他表示了感谢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都还不了啊 最后还是房东太太 把房子抵的换钱 东东的手术 做得特别成功 萧青还折了好多 会发光的欠纸贺 帮他许愿 天爷的妹妹要离开上海了 先用好舍不得 两个人就去拍了 大头贴做纪念 这个时候 东东手术出现了排异反应 只有心脏移植一个办法了 但心脏又不是树长节的 今天你想一只 那就能一只 而且房东太太的贷款 也出了问题 原来房东先生 为了远走他乡做慈善 早要把红苹果之家给抵押了 所以借贷公司 让他马上还债 要不然月底 就要拍卖红苹果之家 可凹穿着东东的篮球鞋 去比赛 大家拉横幅给他加油 可惜他打了半场 脚就不行了 没法签约就没有钱 他们马上就要没地方住了 没想到阿凯 帮助把房子给买了下来 还用这间宿舍 威胁肖琴毕业之后嫁给他 天野他妹 莫名其妙的回来了 莫名其妙的跟献永闹别扭 献永他为了表达爱意 只好把玫瑰花给吃了 然后他妹妹又莫名其妙的回家了 献永拿着吃到一半的花 陷入了迷惑 要不吃完算了 肖琴为了红苹果之家 决定嫁给阿凯 东东的并行缓解 搬回宿舍休养 琳达知道肖琴答应了阿凯 恨不得拿个大喇叭 告诉所有人 肖琴要结婚了 跟阿凯结婚了 可好你气不气 他要结婚了 新郎不是你哦 可好当然好气 但他决定大家一起想办法 咋可能让肖琴为了个学生宿舍 就去嫁给阿凯 肖琴告诉阿凯他反悔了 阿凯一怒之下决定报复 他带着工程队 开着挖掘机 要强拆红苹果之家 然后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奇迹出现了 这六个人手拉手兼并肩 面对推土机 站成了一排人墙 明白的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恨的怕不要命的 有能耐酒所上撵过去 阿凯目瞪口呆的放弃了 故事结局 妹妹跟仙勇互写粉红色的信 可好被日本球材挖去打直篮 临走前还不知道从哪 抠了块拼图送给肖琴 两个人还一起埋树底下去了 天野去北京发展 东东去做了心脏移植手术 一年之后 红苹果之家还是要拆迁了 大家决定最后相聚在这 东东痊愈了 现在是个当红网络作家 妹妹回来跟仙勇在一起了 为了迎接她 仙勇寄了一束会发光的黄丝带 琳娜决定往影坛发展 现在看看似乎是成功了 肖琴在做记者 可好也坏了 最后大家在唯美特效中 终于演完了 在红冰果乐园里 有一摔就碎的翻盖手机 和怎么摔都摔不坏的诺基亚 有智能ABC和Windows98台试机 有迷之特效和尴尬的台词 也有最初对大学的幻想 曾经年幼无知的我 还以为大学就是这样子的 几个人住一栋楼 设有之间心心相吸 也不怎么用上课 成天不是学美比赛就是篮球赛 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子 大学生活并不是像距离演的那么美好 高处上吊死一批人 马折上再吊死几个 学理化的得做实验 学中文的要被离骚 篮球赛倒是不少 可根本就没有什么学美比赛 学生位好也不好 设有之间能互相帮忙达到 就已经不错了 但大学生活又的确充满了快乐 你不用再为了摩考学到深夜 也不用再无休止的刷题 瞧瞧萌芽的感情 也不用偷偷摸摸 你可以在这里发觉自己的爱好 遇到真挚的感情 甚至可以选择未来的人生 希望每一位即将高考 或者已经考完的朋友 都能在大学住进自己的红苹果乐园 不用带特效的那种